大家好,我是福华商务法律事务所中元阳 今天我们再来谈谈诚信是蛮好生意 今天是最后一讲 我们前面其实谈过 其实这个诚信经营 它是一个财务业务的风险是机会 当讲到财务业务风险跟机会的时候 我们一再的提到商业伙伴 因为商业伙伴会在意 是我们重要的利害关系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谈谈 我们不是只是在内部要求员工如何如何而已 这个内部对员工的要求 其实需要延伸到对我们的商业伙伴的一个管理 我们也提过责任供应链的概念 责任供应链其实它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不只是管好自己的员工 我也管跟我往来的厂商 所以其实台湾呢 可能很多企业如果有做国外生意的 可以会遇到那些国际的这些大客户 他们其实会对 这个一些我们台湾的一些企业都会有一些要求 不管是在我们讲说这个比较狭义的 这个所谓反贪或反贿赂的范畴 甚至广一点谈企业人权 谈怎么对待劳工 再讲对环境的这些议题 事实上呢 都是透过这样一个责任供应链的一个概念 让企业不只是自己去遵循一套这个价值 而是让所有的往来厂商 大家攜手来遵循一套价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下 当为什么诚信会变成是一个 这个所谓财务业务的机会跟风险 所以这一讲呢 其实我们就要来谈一谈 至少我们要如何的去做 对待我们的供应商 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供应商 其实呢 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供应链整个管理来看 它有一套比较大的这个概念 但是至少 至少我们在谈的就是说 今天因为是我们在交往当中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谈说 那我要先看看 我要不要跟你交往 因为风险呢 是我如果可以不要进入风险 我就不要进入风险 所以交易钱呢 去评估我要不要跟一个厂商往来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旦进入了这个交易的过程之中呢 这个我们大家就风险精进相细了 所以前面的评估可以说是重重之重 那当然呢 其实以往的很多企业可能也都已经有经验了 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在跟一个另外一家厂商往来的时候 我们会去判断说它是不是有所谓的履约能力 也就是说今天我如果要跟他买这个东西 他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可以卖给我 他到底能不能真的卖给我 或者说这个产品是他做的 那但是这个做出来的商品是不是真的如同他所说的 有那样的一个我们讲一样的品质 能够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或效益 那所以我们早就知道我们会很在意 这个跟我们往来厂商他的所谓的旅乐能力 那当然这个旅乐能力 它也可以转换成是一个我们讲常债能力啊 如果是要付钱的 也就是说供应商也可能也在乎客户到底付不付的出钱来 不是只是拿了订单来 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我们会看看说你这个跟我订这些货 你到底能不能拿的出钱 到你这个金额是不是你能负担的起啊 你会不会有什么状况 以至于最后你没办法履约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传统上我们早就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只是说现在当我们把诚信经营的概念呢 变得更广之后 我们就会更在意说他要做的事情 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各项 我们对于员工行为准则的各项议题啊 可能都会是我们要求供应商也要做到的一部分 你可以想见我们讲最狭窄的这个概念 反贿赂 今天我会说我的员工不能够行为 不能够受贿 我一定也要告诉我的往来厂商说 你不要来跟我的员工行为哦 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 你可以想这个完整的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如果我们只对这个贿赂的一方去做规则 但另外一方呢 起心动念 会觉得反正这不关我的事 那这个时候呢 势必就会增加这个风险 所以要好好的管理风险 我们就要把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各端的当事人 都把它控制住 所以呢 在供应商来讲 或者商业伙伴来讲 我们会希望在交易前呢 我们就跟他说 你要知道我们的行为准则 我们在意哪些价值 我们的规则是什么 我们如何去落实这些事情 我们希望你也 你清楚之后 而且你要跟我们切结承诺 承诺说你会遵循 我要求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规则 像我们刚刚讲的 反贵赂 这个可能在跟美国的大公司往来的呢 都会发现契约上绝对会有一条 叫做 这个海外反贪腐法的 这个规则 如果你涉及到说 这个违反了海外反贪腐法呢 是我就不会跟你交易 而且我一定不行跟你交易 因为这样呢 会造成我自己企业的一个风险 那像这类的规定呢 我会说他不只是在交易中哦 因为像这样子的规定 是在交易前呢 这些在评估的过程中就要去做的 要去看看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资质 有这样一个能力 去符合我们这样子一个标准 所以在去决定交易往来的对象之前 会进行这样一个评估 需要对方签一个切结书 说他一定会遵循 那一旦进入了这个评估之后 确认说这个风险应该是 这个可以接受的 虽然不敢说完全的没有 但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可能我们就愿意跟这个厂商来进一步的 这个进行交易 可是这个风险啊 要一直维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好 那这情况之下呢 我会需要有一个交易中的规范 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契约中 契约中我要跟你说 你现在没有这样做 你中间任何一个时刻都不能这样做 一旦你这样做 我就会跟你终止往来 不要怀疑我会终止往来 好 这是一种情形 这严重的情况是这样 那如果相对不是这么严重的这个情况 我说不是当然会违反法规的情况呢 那我们可能会说 我可能会定期的呢 要来检查你 检查你说你有没有做好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企业人权啊 或是我们讲的这个 其他相关的 这个你的品质标准也一样啊 其他的甚至出口管制的这些法规啊 各种这些情况呢 他可能就会呃这个变成是说 在这个持续中间我要来检查 好 所以我们呢 要这个企业看到这个行为守则 切结承诺之后 化为契约之后 持续旅行之后呢 然后还有一个 说要接受一个检查的这样的义务 这个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做法 那当然一样我们都还是回到 要看你这个交易的这个规模跟大小 跟他的风险啊 你的往来厂商也会决定 他要用什么的方式来管理你 相同的 当我们自己在做这套规则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思考说 我要用多少的方法去规范 我们这个往来厂商的行为 他的风险是多大 他可能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以至于我要是只是一个切结书吗 还是契约呢 还是我甚至要进一步的检查 甚至啊 还有些厂商会要求到说 除了这个我要去检查之外 我要你请第三方 这个外部的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专家呢 来做检查 来出一个证明给我 来确保说确实没有发生我们不想见到的问题 而且呢确实都有去落实 都有遵守我们这个给这个商业伙伴的这套行为选择 好 所以进入这个交易中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层次不同啊 的一个要求 那回到风险的基础上来去决定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说 一样如果有规则 有中间的去确认之后 如果我们还是会担心说 如果今天是一个故意的情况 他会不会去绕过我们的规则 所以我们需要一样跟刚才前面谈到的 一个举报管道 除了是检举员工的行为之外呢 也是让供应商的有机会 在这个过程之中 去让企业自己提早发现问题 所以发现问题这个部分呢 除了透过企业中 可能会有约定的这样的基查之外呢 举报管道跟我们前面谈到的 给员工的举报管道 它概念是一样的 事实上有很多企业系 是让这个举报管道 是共用的 有的是员工也可以用 有的是这个 让企业也可以用 那大家也可能分开 这个也是一样 回到看公司怎么去设计这个问题 其实啊 很有趣的哦 很多的问题的发现 其实是厂商的举报 因为当这个厂商他面临的 他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时候 他可能就没有得标的厂商 就会进行这个举报 然后呢 让公司就会 可能就会有机会提早去发现问题 说原来我们为什么跟那个厂商交易 为什么是那个厂商得标 这个中间可能有不当的利益出手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完整的 从内而外的去确保说 这个行为都符合我们的期待 符合这个我们一个企业 所要求的一个标准 不论是法规的标准 或是我们提升的一个标准 从员工到我们的往来厂商 这不仅 我们这边虽然是用供应商为例啦 那当然供应商是最常见 但事实上不止供应商 所有的商业伙伴 都会被纳入这样的一个范畴 尤其啊 常常很多我们看到的 反而是在委外服务的这种 这种范畴之中呢 它可能比供应商更容易发现 这样子一个问题 所以完整的来说呢 我们从内而外 从员工到商业伙伴 我们都需要有一套行为守则 来确保企业的诚信经营 能够由内而外的落实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这也是我们讲诚信师们好生意 这整个课程的一个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